當你想不出要寫些什麼,往賽市場去罷,總能找到一些可以發揮的題材,而且今天還有一項特別的任務,就是和雷泰拍一張照片留念。 配記海鮮在賽市場進口的第一檔,我已經光顧了幾十年,主人雷泰在全盛時期擁有數手漁船,什麼名貴海鮮都能在他檔中找到,我喜歡的都是隨著拖網捕撈的一些雜魚,將七日鮮,荷包魚和不知名的,都行。 是我最愛吃。隨著年紀,他的魚當賣的名貴魚越來越少,只剩下一些馬友和海斑,另外的老虎哈和魷魚,是兒子的兵先點拿來的,但我還是不停地在他的檔口停一停,不買也打聲招呼。 今天,是他最後一天,兒子見他歲數大了,不忍心看他每天在這女生苦,請他休息休息,許多老顧客都不捨得。 不過他也不是完全退休,收拾了魚當之後,他會到猴王道在他兒子開的兵先點幫手,想念他的人可以到店裡和他聊聊天。 菜市場的當主和顧客們交易久了,就會成為老朋友,這種關係可能會濃厚過家人。 我住在九龍城,九龍城菜市場可以說是我家的一部分了,幾天沒去,小販們都會關心地問起我來。 和當主們做了朋友,再也不必擔心買不到最新鮮的貨物,他們總會把最好的推薦給你,有時算得太過便宜,付錢時多加一點,對方不肯收,買的人更不好意思,大家推來推去,真像小時候書裡說的君子過。 大夏天,五輸探家 的二姐姐 從前也不在菜市場,而是開在喉王道的一家店裡。 一共有四姊妹,都是美人而。 四姐妹中有一位早走,另一位在家享清福,大家姐還在雷泰宇宕對面賣菜,二家姐的開在另一邊,所賣的蔬菜最為新鮮,好處在如果想不出要消息什麼菜,她會不厭其煩地一一為你想好。 本來二家姐也可以退休了,但她說是為了等兒子成熟接班,要多做幾年,我卻看她落茸茸地,此事不肯呆在家裡。 最近香港政府為美化使用,請了許多街頭畫家,把九龍城的店舖都畫上彩畫,雅前朗道上的二香豆腐店就是其中之一, 這家人由兄妹二人經營,畫家把她們兩人的大頭畫在門上。 其他家也畫了,但到一早開店看不到繪畫,只有二香的畫最顯眼,那是因為她們的店開得最晚,通常要在中午期間才營業,開到旁晚就收檔。 我最愛吃的反而不是她們的豆腐,而是大菜糕和糧粉,但不敢多買,因為妹妹不肯收錢,店裡也而堂食。 有許多老顧客經常停下,吃一兩件新鮮煎炸的豆品,或喝杯豆漿財繼續買菜。 再過去幾家也是經常光顧的圓俠,這類是唯一可以買到潮州魚飯的店舖,但年輕顧客不懂得欣賞, 魚飯種類沒有以前那麼多了,另一個原因是海鮮越來越少,一少就貴了。 當今的魚飯沒有以前那麼便宜,她們的炸魚蛋最為爽口,也有很多人喜歡。 街尾的豬肉檔和牛肉檔生意很興隆,豬肉檔的肉最鮮美,牛肉檔生意特別好,一到天氣冷就大排長龍。 街尾的豬肉檔,大家都買牛肉來打邊爐,我們都以成為老朋友,不買也走過去閒聊幾句,最常說的是來看看她們有沒有偷懶。 也不是家家都是老店,生力均有來自潮傘的業性行,這是一家做大中朝周雜貨的店舖,什麼都有。 我喜歡的是老鄉王,即是一種佛首瓜葉祭品,越老越好,所以叫成老鄉王,我到夏天拿他來沖滾水,抱出來的飲品以前老人家說可以自喀壽,也不知是否有效,反正我喜歡哪個味道,到了深夜喝農茶睡不著覺, 喝農香黃水最好不過,從前要到潮傘才能買到,當今不能旅行,可以在業性行買到,實在方便。 同條路上還有老店老四了,一度發展得厲害,當今首回老檔口,賣老我,疫情之中外賣反而生意愈來愈好,九龍城賣老我的檔口不少,但老四還是品質最有保證的一檔,除了老我,她們做的老豬頭肉,老豬耳朵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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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朵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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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用了憑沙,但這種小吃在潮州已存在了上千年。 隔壁是金城海味,在這裏買爆心似土最安心,價真貨實,乾爆也能待客發好,請客時加熱就行,要買陳皮的請盡管在店裏選購好了,有最好貨色。 折回猴王道,當然去永庫買水果,當今除了高級日本蜜瓜、葡萄和水蜜桃之外,患有新鮮運度的雞蛋蘭王,要吃生的話盡可放心,雞蛋的包裝上有何時進貨的日期? 折迫的新三陽時外吃狗菜的人最愛光顧的,如果你想自己做葉篤仙,他們除了新鮮豬肉之外,什麼都會替你配好,按照店員的方法去煮,一定不會失敗。 我還外買他們新鮮豬肉之外,我還外買他們新鮮造的油蜜筍、鴨腎、烤等等小吃,有時會買些海折頭回來,用礦泉水沖一沖,再臨上意大利塵燥,白食不厭,你也可以試試看。 。 。